达基尤丁反称是在帮助土团党 哈喽大家好,我是Covine 看了这一个新闻的其中一个章节呢 我真的是觉得现在的伊斯兰党啊 真的是完完全全要压着土团党 连一点点的尊严都不愿意给土团党 一点点的体面都不愿意施舍 为什么呢? 今天伊斯兰党的总秘书达基尤丁就表示 在国盟里面呢,伊斯兰党和土团党的关系 像什么样呢? 像是这一个姐姐跟妹妹 OK,那谁是姐姐呢? 当然就是伊斯兰党 土团党呢,则是那个妹妹 你看啊,这里就已经分出来了 这个所谓的高低之分 姐姐当然是比较大的嘛 妹妹肯定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他还讽刺这个伊斯兰党四个字 叫做什么?人钉西宝啊 讲他家里没有男人 OK,所以呢 当这个土团党这个妹妹啊 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来找我们姐姐帮忙 我们姐姐当然是要出一点力 也要出一点人 借一点人给他啦 没有什么的嘛,对不对? 你人钉西宝 然后我们伊斯兰党啊 这个姐姐家族呢 背后一大堆的真男人 所以呢,就把这个壮丁借给他 也就是所谓的李治瓦迪啦 之前在伊斯兰党 他在化妄生的这一个区域 他是青年团团长 伊斯兰党的青年团团长啊 然后在国盟宣布候选人的前两天 从伊斯兰党那边呢 跳槽去到土团党 而且李治瓦迪有跟大家讲过啊 他原本是不愿意加入土团党的 是伊斯兰党的领袖啊 包括老大一直呢 就是跟他讲 哎,你要过去土团党 我们的妹妹需要人家帮助 你是我们家里的壮丁咧 你还不赶快过去救一救妹妹啊 他就比喻啊 这个达基优丁他讲 啊,妹妹呢 有着一个很广阔的农场啊 有橡胶园 他们有所有的东西 但是就是缺乏男壮丁 所以呢 以至于啊 要向这一个姐姐伊斯兰党呢 接几个孩子去帮忙 所以妹妹都有求于我们了 哎,姐姐当然是会帮忙的嘛 哎,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达基优丁自己讲的 他就讲 这个状况 姐姐跟妹妹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能及礼补选的情况 土团党 什么鬼都有 就是没有真男人 我们伊斯兰党呢 哎,什么都有 也有壮丁 所以呢 我们就借他一个真男人 啊,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我看了这个达基优丁的讲法 我真的是觉得 哇 现在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土团党 你看啊 好歹这一个慕优丁 就是讲 哎呀 你看 你看 八十个党员宣布要撤回对土团党的支持 转而加入武统 这个就是老木一直妥协的最终结果 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 虽然他只是区域性的这一个退党潮 可是你难保下一次在其他地方的补选 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上升 你难保下一次会不会整个退党潮的这一个情绪 去蔓延到土团党在全国上上下下的支部 这一个是非常难以掌控的 一旦你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基本上呢 土团党就是兵败如山倒 就好比今天 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 这家银行假设叫做土团啊 OK 那你为什么会存钱进去这个银行 就是因为你有信心 你对这一个银行有信心 你知道他拿着你的钱 能够赚更多的钱 然后支付利息给你 大家是共赢的情况 但是如果今天爆出一个消息 哇 这个银行呢 看起来不行了 他还要跟其他的银行妥协啊 资金周转不灵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跑去银行挤兑 当所有人都跑去银行 要拿钱出来的时候 这个银行很快就会完蛋 因为他不够钱给 然后呢 他的这个声誉会随着这一个挤兑潮 一直不断的在下降 到最后形成一个骨牌效应 原本对这一个银行有信心的人 他后来看到这么多人啊 排队去银行领钱 他也怕自己的钱拿不出来啊 所以呢 就纷纷加入这一个挤兑潮 那同理反抽 对于政党的生命来讲也是一样的 这个政党里面啊 看起来像钱的东西叫什么 就是信任 对于这一个政党领袖 对于这一个高层的信任 如果这一个信任在 那么这一个政党 哪怕他没有多少的议息 他还可以苟延残传 可是连最基础 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 那就会发生 如我刚刚所说的那样 就像银行的挤兑潮 那政党发生的 这个情况就是 当党员对领导层没有信心 他们可能会集体退党 一旦这件事情发生了 土团党将会陷入万劫不复 基本上是没有翻盘的可能性了 看起来我们距离要看到 土团党像当年的四六金神党 那样子的窘境呢 基本上应该是已经 看得到那个眉目了 会加速这一个情况啊 不管怎样 还是那一句话 这个因果报应 是不是 当初喜来当政变 怎么搞的 是不是 现在呢 慕尤丁还有他的土团党呢 就要自食其果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个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